首先很荣幸能够为南宁市的各位领导来介绍我们国际机构世界气候绿色机构 我是国际机构的工作人员,我叫王金曼 现在由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国际组织 现在我们国际机构正在中国筹备亚洲中国本部和中国本部的设立工作 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一共有12个本部 其中一个运营本部在朴槿惠总统出生的地方,韩国大秋市 下设的地方组织以釜山为例,下设有8个地方本部 有100多个社团协助我们在绿色技术实践和行政方面的工作 特别是在大秋市,联合国工业开发机构 以绿色技术商品实践会员机构加入,已经加入到了运营本部 政府机关山林厅下属的山林保护协会 在十大广运圈700多个地区都设有组织 现在山林厅也归到了国际机构运营本部之下 行政本部也在全南的光中市 光中市的绿色企业都已经参与了进来 在顺天也设立了女性本部 在大田设立了地方女性本部 12个本部中也包括了72个支援机构 为了绿色实践,监察本部正在和全世界的司法机关进行协商 绿色检验机关是和原有的认证机关进行协助和合作的方式来进行 国际机构的宪法规定 实践绿色技术商品是大韩民国以及全世界,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及国民的义务 该宪法已经得到了国际法的认证 该宪法是代表360个国家实践绿色技术及商品 进行绿色教育,绿色检验,绿色观光,绿色论坛,绿色商品展示等 所有与绿色有关的事业 大韩民国265个地区认证了国际机构宪法专利权 该专利权是以公益为目的的国际机构知识产权 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知识产权不仅是大韩民国的财产 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的财产 其理由是在大韩民国经过了司法机关和法务部的认证后 发至各国的领事馆 依据韩美FTA,美国也同时认证宪法 中国政府法律机关对宪法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经过了45天的审查后 最后通过了宪法的认证 不仅是韩国,全世界都特别信任中国政府 所以我们机构的全体成员也非常信任中国政府 所以中国政府也是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知识产权的所有者 关于专利内容有很多我不一一介绍 那么下面呢主要介绍一下 我们的无限能源水锅炉的分类代码也已经出来了 是28111 关于专利的内容呢有很多 比如绿色企业,绿色专业企业,绿色技术商品,绿色衣食住商品,绿色观光,绿色体验观光,绿色文化休闲,绿色经济增长,绿色国际金融,绿色金融,绿色开发 全国265个地区市郡区的绿色期货网上交易所也已经开设 全国绿色企业,绿色世界级企业的维持 以及绿色观光论坛和绿色教育论坛 绿色领导者,领导能力的培养 然后还有国际机构的律师,便理师,会计师,税务师,国际行政人员 关于国际机构的介绍就到此为止,谢谢